就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覺得 欸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根本做不到啊 然後做了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可以做到耶 DFC挑戰呢 可以讓孩子可以學習到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訓練模式 從思考到執行到找社會資源 所以他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流程 記錄他們的學習跟他們的想法 因為一開始他們在影片看到 大部分都是不可自信 他們想說我覺得我們一定辦不到 去試過之後他們會去想到說 原來我們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他們真的有感受到 他們做這件事是讓別人有感受的 孩子們透過一次一次的訴說 他們會更清楚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 幼稚園以下的小孩 都會覺得他們什麼都敢去試 可是為什麼到了小學之後 好像變得會有點局限 所以我反而會很鼓勵就是 還沒有帶DFC的老師就是 給他們一個就是 一燃點 我覺得他們就會燒得很旺盛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一定會讓孩子有所不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孩子能夠透過這一 DFC的這一套 這一套系統來學習到 帶得走的能力 面對未來帶得走的能力 跨出那個框框 可以先帶他們去 最高的地方看下來 世界就會不一樣 能力方面成長 什麼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什麼叫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是 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發現了問題 然後想辦法把它解決